沙天上不再有生意 他再跑出來 彎看一下 他向沙天上望去 極然不見人意 地上的東西都不見了 那麼只剩下一些零散的餅乾 到了地上 那麼他呢 那天晚上據他說 他說晚上直到十一點鐘都有月亮 所以他就常見月色 向西桃墾 大概跟走了 根據他說 十二英里左右 那第二天天亮的時候 他到了一個漢人地區 他講述了他的遭遇以後 那麼大家就一塊做了點錢 顧了一名通信 那麼那個人呢 就跑到部落的地區裡面去討論他 還希望他把話傳到 說不要把那些沉船的遇難者殺死 他們願意提交出館 可是第二天下午 病人回來就說 船長那條船上的七個人 當天下午有五個人被殺死 那天晚上 薩浦的船靠岸 有兩個人被殺 那麼這個水手 得到這樣的消息以後 他就隨即動身 大概是由 郎橋地方的將手 安排他搭船到西山去的 總之總之 他到達打狗 也就是今天的基隆 他向英國領事館投訴 英國領事就立刻 派人到出事的地點去查詢 得到的消息是舊的兩人已經被傷 上面的敘述並不是小說 我們之所以能夠知道這些情況 所根據的是這名水手 事後 在善同美國領事館 他所提的英文的口頭的敘述 由一名美國傳教師翻譯記載 那麼他所口述的內涵 被英文的雪梨捷報 也就是澳洲的雪梨捷報所取的 瞎子登載 雪梨捷報的登載 也在東亞海域的各個港口被重載 所以挪立號乘船 以及遭難都市在幾個月之內 因為南自新西蘭雪梨香港 北道天津同兵 傳遍了鯨魚世界的東亞口岸 那麼因為其中涉及到船長夫人 所以有些敘述會行會聲 想像船長的夫人 跟這些獵頭上班對峙的場景 使得羅密號更成為所動的事故事 那麼